Hello 欢迎收看堅仔揽码精选 先介绍一下自己 在我身旁就是肖公子 麻烧烧 小弟 波仔 今天在没讲码之前 我们真的夹都没那么巧合 是啊 本来我也打算穿一件战衣 我看你都穿着这件 奇天烈百科传书加多拉A梦 加藤子不二红的天罪 再加为大红 是啊 我也立刻脱衣服 我今天都是穿着精装的战衣服 人有时都要保持多少的童真 因为整天都被马玩 或者我们玩他 乐德祥就不怕让他玩的 我习惯了紧颈的 马骁雄的慢步速都可以第四 不过你的慢步速的电子宇宙 就是一飞冲天就直领到底 不过说起马之前 你也好像有点想分享一下 是啊 你也知道我都很喜欢看电影的了 是啊 那有时看电影就有点可以拉到赛马那里 就算打篮球也好 我铺一条片 都要摸一下赛马那样的 那这个呢 讲一讲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大军和丁力之间的故事 是啊 那大军大家都知道是谁了 丹兰努嘛 你也知道 我也知道 丹兰努也知道 是啊 那他就看到丁力的赌场开张 哦 那当然是带了川岛方子小姐去踩墙的 没错 那大军他都有特異功能的 那他就可以把玩大小的时候 然后呢 将其中一粒息变成一 嗯 是啊 那紧局一粒息是开一的了 是啊 那现在呢 那没有买点数的 就是可以买大和买小的而已 是啊 维斯海通杀 是啊 那你这样紧局一粒息开一的时候 那么 那倍率不变啦 都是一倍一的 是啊 那大军一定是会买什么 他不会买大啊 一倍一 是不是先 你变了一粒一出来 你没理由买大的嘛 就是怎么计算的呢 都应该是小会较较较较较较的 10.5%是会开小的嘛 你就算如果你沽着一粒一粒的话呢 他未必会够胆 啊 就是买了整个身家进去 是 那但是呢 如果买了100粒 啊 跟丁力说 喂 买了100粒 如果呢 开小是51粒 那才会较较较的话呢 是啊 那就可能会带了啊丁先生那些 二姑姐啊 三姨妈啊 是啊 四舅父啊 这样的啦 直接 然后就组组18台了 是啊 是啊 那但是 喂 如果这样被你赢的话 那丁先生的赌场 那就是 开张那天就等于倒闭那一天 是 那丁先生就找了周星星过来啦 那当然 周星星说 喂 不行 我昨天说完粗口 是 功力失了 是 是 不过呢 我们有条件的 是 不如你调整一下那个赔率 是 那变成买小的赔率呢 就是 10倍1 是 就是1.1倍 是 是 买大呢 就是变成了1倍10 1倍10 即是11倍 好 当个奥市不同了的时候呢 喂 你们看的东西都可能绝对不同了 如果你买小的时候 你会 喂 你都可能会再考虑下 会不会真的有两粒6的啊 是啊 就是还有一个机会开13点的嘛 是的 还有呢 如果你开大的赔率呢 是11倍 啊 sorry 是不是 就是9倍啦 9倍回报 1倍10 1倍10 是的 1倍10是11倍的 是的 那买大呢 其实那个概率呢 都是16.5%的 嗯 就是如果你买20托呢 就开到3托 如果它是11倍的话呢 你拉均来算呢 是会正数的啊 是的 所以呢 这个故事其实是带出呢 就是 当你买马的时候呢 如果你买一些热门马 可能它真的跑出去的机会呢 是高一点的 是的 那可能有些12-13托 那你呢 这样中了两三场 好像很开心那样 是的 但是当你输回一场的时候 一托一托呢 大锤打钉就币家伙了 是的 拉均来呢 其实呢 就是负数的 是的 所以我们这个肩仔立马精算呢 介绍一些烂马给大家呢 那那些烂马就 当然不是闭上眼 不是那些色仔那些 是 断开的啦 那就是找一些呢 有些直播率 是的 有直播空间的烂马呢 是的 中到两三次 就是十场里面 中到两三次呢 是的 那应该已经是有数位的了 这个话题呢 其实呢 都没有特别夹过 就是开场前 今天我们说什么呢 其实昨晚呢 跑完烂马的时间呢 我就做直播啦 嗯 有说到一些马呢 那个直播率的问题 有时也带到就是 贴马和倒马呢 就是两回事 大家观众朋友可能就不需要 就是说一定要在赛前几点钟 要拿完那四选出来啦 嗯 因为就可以去到临场的时候 才是去调整的嘛 看完那些飞数 看完飞了 是的 开了骑斯王 联马斯王等等 但是我们不可以的嘛 一定要较早的时间 好像现在拍片的时候 也是排位日啦 就是了 有些马 你在赛前里面 就是好像昨天的十二神像 就说这是包包币 包包币我都在赛前都是没有放的 因为 只怕他整天喘命啦 就以十二神像为例 有些朋友问 喂 是不是可以赢的 我说算赛职 田草搬过来 应该都是很高强啦 至少不怕你们先啦 但是 坐完马车过来 第一次跑夜马 转两个弯 是不是一定对呢 到他真的跑不出的时间 你就会赖自己 啊他都是初跑谷草 有很多烂门的马 你都会可能用一句 坐跑谷草 可以不可以的嘛 但是为什么 夜马那种一定是可以的呢 其实是 不会是这样 完全是相对的嘛 所以就是有不同的奥市 就是不同的赔率 赢赢的时间 你拼的东西就是不同的了 但是合复分辞 都是轻松地赢 但是其实 精明勇俊都逼了很多他 就是大家可以在一个 就是调整了赔率之后 你中一局的时间 就可能已经是够你 玩两三场的嘛 没错 就是譬如那些 嗯 是的 有些烂门是不抵护的时候 就算你真的跑出来了 那你就忧心他咯 就是 也好像还原回到他之前 升月柱 哦 贴的时候 打算有十倍开外 但是得到五倍 我自己都觉得 肉酸啊 就是 跑到四 忧心就很抵死的 那五倍就不抵护了 五倍就不用抵护了 二嘴神区 几个拉下这些票 一先生 应该都是六七倍 哇 35元 那就是 直接算错了 判错了 是的 要调整个策略 就是临场看到的赔率 就算刚刚那个故事 大小也好 其实 这个欧市是不会影响到结果的 是 不过 是的 如果你真的一倍一 有颗息是一的时候 那你买大 真的开大的时候 你让它开 最多不买小的 这一局 如果你真的这么有 心有灵犀是会开大的 是的 但是如果 十一倍哦 这样 反正一倍十哦 就不同说法了 那你真的觉得会开大的时候 那不妨又会 买下去了 好了 那一些的 叫做分享完之后 大家看看有没有 那些灵感冲击的时间呢 我们就说回昨晚的谷草赛事啦 4月10号哦 谷草B啦 那其实呢 铁蓝的马也是相对好处的 尤其是1200米 好像这一场电子宇宙 东方宝宝的欣感 元老也是铁蓝的 之后呢 智祖神区的亚基拉 智祖神区也是易碟 中距离就有得盖一下的 不过呢 在昨晚的赛事里面呢 呃 外面盖的马呢 一点都不差 直路 本领非凡得意街 就两只 啊 飞出大恶党来追啦 那去到尾场呢 其实你看到潘顿头场啦 那只的叫做 呃 那只灰马仔 风盛多彩 已经是移定出中档了 哇 穿挪洞区啊 马房 差点叫四关的时间 那当然是拼定出去啦 不懂选择多次 那是四十二元 上次也是这样一倍 上次就被你选择了之后 竟然不回选择了 是啊 你不喜欢回选择一些 自己上次中了的马啊 不是 我都首选了 真是没办法啊 这些拿来正选 应该拿来做大题 10倍Q啊 10倍Q啊 是不是真是 真是超值啊 因为在尾场的时候 贵类人生也下了很多票 真的 好了 说完昨天大致上的整体模式之外 都要找一只跟进马了 跟进呢 就选择了第四场的 合伙不相似呢 赢了 精炎勇俊 这条Q呢 大家都拿到的 因为都觉得是赛前来没什么捕捉的 那为什么博恩乐人生 卖呢 卖不到三叠 那就难跑了 我跟进呢 就是五号的威武保保的 赛前你又怎么看这批马的状态呢 他试杂呢 其实是有些追势 其实我也有扔了他的 嗯 因为见他就长成了 就是比起上季 其实穿了六十多磅 有一些自然的长成的 那当然啦 他去到今年一月 才可以开始做回功夫呢 就是之前的健康 其实都相当之 细细 都不是细细的了 非常细细的了 是的 都会 马身都还有一些肥啦 那个力度都还没上得很足的 是的 但是这场呢 都真的有一些追势的 是啊 我自己呢 就是赛前呢 我自己写他跳会的时间呢 都是比较硬身一些的 就是前一句也都不是说很够屈曲的 那么我觉得呢 他真的状态呢 都是隔了三百八十几天 复出呢 都仍然是 只是初恋阶段 不过 哇 那也是一只马 肯保持着他 我相信 我不相信 完全是要充餐场面 那种压住在那里的 那些星耀王者啊 他们摆在那里的那种 现在呢 镜头啊 Mai 3啊 5号仔那只呢 就是威武宝宝 昨天 走一圈的时间呢 出来的腰位还是比较 一点的 后街走出来的力度都是一般的 但是呢 在这一场马里面 前战马很适合啊 这个合伙奔驰在第二位 接着就这个 正面永俊在那里的 看看他怎么拿位了 昨天就跑出去外面追的那些马比较好 虽然他也是赚了一些贴栏的 但是这个马里面呢 他的追势呢 比起言心星的那些 零礼标区呢 一点都不差的 是啊 而且他早段也很礼仰的 就是有些马上卡过来 你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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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啊 所以这里在内南 其实是不是内南 昨天也有一些不利地呢 如果你看看潘顿那些发挥的话 绝对是啦 所以呢 这只威武宝宝呢 到了贵尾呢 都是体力上违先 整天都在节目里面有说的 我们写马平的时间或者说 如果我只是说一句话 哇 这只马有了体力呢 你会觉得 诶 炸楼炭 只有一个小小理据 但是你拖一只背脚的时间呢 就好像第二场 另一只宝宝 那只东方宝宝 对啊 吓掉你 是啊 有给一点的新鲜感 或者体力呢 你就觉得 你就可以拖它一票了 所以呢 大家在这个赛事里面呢 就是已经可以做一个调整啦 好了 那我选择这一部分的 威武宝宝啦 那它呢 部速上面呢 应该都是受惠者来的啦 那我就在红色标示它啦 它自己开到一个 挺不错的 一段时间的喔 那我觉得呢 那钟点之后 或者 临那钟点前呢 它的追势是不错的啊 那这个分 不知道会不会再减到两分呢 那应该呢 都是有这个的 有利水平来的啦 那既然这么久都 都要保持住的 那以往呢 这个威武系 这个马主呢 和何言呢 都合作得挺好的 那威武勇区啦 今年都赢得啦 那看这一只呢 会不会都是一只 可以争回的棋子啦 开出赛提醒 儲存回它 那也都呢 做了一个跟进马 那顺便说 那旁边的那只延心星啦 那时候一天 追得不错 那昨天方家柏呢 我想说是这么说的 那只村落首区呢 昨天的马房呢 应该是逆配了去沈那里的 是的 连环出击 其他马呢 就跑到有住赛的 那看呢 连些现身星 有没有机会变身啦 是的 那可能啊 方仔他都闻了一些 哇 你们那只村落洞区 挺好的 很厉害的 还不如一旦拉过去的 哦 因为村落系都多马 没错 近期都挺旺盛 好啦 那一些回顾完之后呢 那我们就入正题啦 那我选了今次 就是纳马里面呢 那两场都是 就是我选了组段长次啦 我选先的 选了第三场 这一组的四番千四米 选了一个马呢 就是沙漠马美乃蟹喉 先看看这一场 十四匹马的时间啦 有新性马的 竞进天下啦 上一次呢 你看到潘顿呢 那些走啊也是的 不喜欢拿里面的 并定出去啊 另外 金胜明他连续两场 都真的追得好 那应该都是 纳入了一个叫做正轨啦 那两只都应该是热门来的啦 那我选了这一只 美乃蟹喉呢 应该会有点赔利吧 那 哦 肯定有啦 应该有啦 那好吧 那前一局呢 三二十六五零七这一场马呢 其实他的断速水准呢 一点都不给五零八那一组差的 那而这一场马呢 跑得好的 跌落满贯 再出都是蚀绝之下 跑到第二 那为什么之后那么喜欢一只 特别美丽呢 因为他这一场是蚀三叠 追得很好 安泰和电子钻旗呢 就 电子钻旗呢 就 安泰再出 就是 输了 因为修律不正而已 还有 兜三叠啦 那美乃蟹喉这一场马里呢 其实他也有一点 不是说那么跟得到前列马群 其实 早起前一场的谷草 都已经是 感觉到有点慢脚的了 再看回上一场 上一场 不是 应该说他有点慢脚呢 你看回这一匹马的血统先 华房车的指质啦 其实呢 很多马都应该叫他家庭啦 虽然有维港自然 来着千亿都是他叫苦的 但是 娇人名区 魅力之余 多怕千山 看回这个表 千四千六 其实呢 一点都不是说 就是 质实下去千亿 短途那方面的 所以呢 似乎真的 上一次他家庭 跑这个千四 都是一个合理的部署 那现在就看看 上一场五四五那场的 的赛事变战吧 这场比较贵了 比较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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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看看七档 黑色衣服 粉红酒 大家都很熟悉的美丽彩衣 其实他起步慢的 放在前面走 那这场的 起步快之余呢 起码看到匹马呢 就是有个角度的兴趣 还有千四呢 就是他不需要留得太后了 那这场马的断租 前后都是相对正常的 而整体的后追马呢 那个的表现也是比较好的 譬如呢 金发行法 勤德威力 尾三呢 那只的薄外先锋 全部都被盖上来的 还有长发宿呢 现在是尾二呢 拉舌都被追上来的 所以呢 我觉得整体的pattern 都是后射马比较佔 前后都偏快 都是被盖的比较好 所以 现在在波诗位这一匹的 美丽海后呢 应该都是多少 虧了一些步出形势的了 前面五幅升 就加上来 好了 再说一样东西就是说 三只马都在外面盖 这样的情况之下 可以看外面的大千眼界 这场马也是拍得好的 但是呢 美丽海后这次应该会好一点 一直都在中内档上 骑下没有一点 骑下没有一点 但是呢 它又没有散开 这一天呢 你看回上半场呢 很多马都是踏出去外面追 有点下雨 内南的场地应该有点不利 所以我觉得这一场呢 这只美丽海后输 有点伤食的味道 今次继续攻千四 脱一脱头罩 再给它新鲜感 刚才我所说的 金正明区可能要靠追 竞选天下应该守好位 其实这一场的第三场呢 很多的赛区呢 都是近方呢 一般一点的 比如妙方画 初出的那些 上宝啊 电信子弹啊 有一大阶马呢 能力都不是那么强 很精神都要上来 千四啦 大千眼界呢 刚才也是跑得好的 但是它的档位都是十档的嘛 所以呢 有些赔率的情况之下呢 我就拼这只美丽海后 现在刚跑千四 可以跟前一点 上一场假赛 换到赔率呢 看看有没有得拼下 这只美丽海后呢 其实来香港初期呢 已经是跑了千四 一六五零啊 一六五零啊 不过呢 它的情绪就 比较 有时是急急的 所以之后就落去千二发展而已 没错 到现在呢 开始成熟了 就是六岁嘛 现在可以脱下头罩了 回到这些中距离路程呢 应该是适合它的脚法多一点的 没错了 蕭公子也提一提 我就是要按去海外彩织那一板 初初已经跟它跑千三米 然后缩下去千二 不太行的 那时来香港之前呢 整场千六的胶沙地 那我相信呢 气量方面 三岁的时间跑到 除非现在力短了 但是看回它阵上的步频呢 应该是慢脚了 好了 那么选完第三场之后呢 都是我 都是我 你是尾段场前 好 我候上 你候上吧 我选了第五场 三号的超越明驱 这一匹马呢 前一区三五五 应该是四二八就退出了 一月二十一 三五五这一场马呢 它就跑千四 那如果我们看回 统计资料里面呢 黄色那一栏呢 就是今次它跑的田草千二 千四呢 它全部都是 就是 嘴里跑的是四 但是在国际资料那一场呢 其实是跑得不差的 好了 就说回三五五那一场了 三五五呢 它就放头跑千四 巴币仔 杨干勇士 电路九号 金鼓齐声 那也是叫做手手追 或者月后呢 追得厉害 巴币仔和杨干勇士之后呢 都再证明了它自己的能力 那看来呢 整个pattern 都是 后上界好的 那当时呢 他就放头走了一个内栏 巴币仔 我记得这一场是 好 我记得好像这一场 选择了巴币仔 好像是 更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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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只有六十几元就不够你那些劲 我抱着整堆那些 川河洞区啊 坎天脱翼啊 你量多嘛 哈哈 蚊比还是牛比 好了 说回这些村民区了 那 那这一场呢 应该是亏了 好了 四二八然后他退出了呢 那上一次呢 我总是觉得他呢 那个状态不是很够 都看他跑多一场 其实呢 由国际赛一场已经是 刁下了这一匹马的了 那再看上一次呢 这些组的五二二了 片就不看了 他起步呢 不慢的 但是一路 顶了一个外碟那里 那里 上一天呢 这个三月二十四 都真的近期比较特别一点 那一天来的 除了跑打鼻啊 叶瓢一定记得了 大致专嘛 就是上半场的 铁蓝前置的那些马 是比较好 那么一路顶了 我调到超原名区呢 应该都有多少呢 形势不利 再加上这一场的五二二呢 前篇快 后快的 所以呢 我觉得这个赛事水准呢 那个段速呢 都是不赖的 那么这次呢 隔三个礼拜 那迷门呢 我看看吧 刚才 今早他也有出来 哈哈 有快跳了 不跟这个马骁雄的了 那么今早呢 都已经呢 这两个礼拜呢 跳了四货呢 我觉得呢 那也是安心的 这次是用快阻的欺威心 前这个第五场呢 应该会有一些马去放下的 好像 我计算了哪几只呢 第五场 钻石星空啦 海南宝啦 千杯竞典这三只啦 除此之外 辉煌精英 战斗英雄 那么这一堆马呢 都可能会将这个步骤 形成一个正常 那么如果超越名区呢 用一个晚上的时间 稍微留下来追呢 看看这场会不会有机会变身 说起那些操练 那么没办法啦 因为我们是排位日的时候拍片啦 是的 马骁雄他真的 最后试跑之后 是的 都不出来 不出来 在内圈都不出来 在机场而已 我打算马骁雄是礼拜天跳完 礼拜一一跳一跳 礼拜二不出来 礼拜二不出来就知道 我都立刻发个message 喂 帮我了 唉 真是大祸 断屁 好 没关系 过去了 那看这两只 数研究期还要差点成绩 之后到你了 好 那我就第七场 这场就是 四班跑1200米的 那我说是超厉火力的 这只马其实在初出的时候 考场谷操一千 已经是 有些走势是落出来的了 那当时呢 那 都 看看这条片啦 坐得挺紧要的 中段的时候 是的 中段转弯的时候呢 其实呢 都查得挺严重的 好了 那超厉火力就是 灰灰马仔 走在 在美丽缘份的旁边呢 在二碟 尾三的位置上 现在 那这里就开始 都查了下去了 那么就 那里起码呢 都查了两三个马位 那么就进到直路呢 就沿着那条内栏呢 就一直都捐回上来呢 其实你见到这个位置呢 都是有一些窄窄的 但是呢 那只马都挺好黑的 是的 都一直在窄位那里呢 迪多福那里退下去了 是的 一路追上来呢 跑回这个第六呢 那么 走势 叫做少少露了光的了 那么上一次呢 就跑1200啦 那不过呢 这个又是看电影学的 真的 会不会是愚强跡屈呢 哈 就是看到这只村落洞区好像很厉害那样呢 连田泰安那些走位呢 本来呢 他打算呢 在转弯的时候走这个田泰安跑线呢 都即时他都缩共了 免得给你们看 好了 这里 如果你一早移出去田泰安跑线 在青春力量的阻振楼位 那就已经一了八点去冲咯 嗯 接着他又要在中间呢 又塞下塞下 这样呢 全条直路呢 他都是没有往空过的 是直至到最后 四五十米左右 才牙出少少 那就 这样就 无谓 不为以慎 是啊 就是 无谓去得那么尽 但是这一组马呢 除了村落洞区之外呢 中间有一只电子宇宙呢 这一场马的走势都不错的 加上这只超劲火力呢 那这一组的时间呢 都挺快的 所以昨天呢 村落洞区再出的时候呢 我都很有信心 是可以继续那只的颜色大黄的 那么这只马这次呢 就过来跑沙田 那么长直路就希望适合他多追多一点啦 还有今次的操练呢 都是有一些的积极了的 上一次就隔21日 就全部呢 都是那些单跳的课期啦 嗯 但是今次呢 隔25日呢 都特意找艾道拿上去呢 就试上个大杂呢 是啦 都有个诚意的 那为什么这么很诚意呢 因为啊廖康明呢 这一只马呢 他买了这个的 看回血统减评呢 啊廖康明呢 就是买了这一只马的 同父同母的弟弟的喔 嗯 是啦 那现在呢 那他买完一只马 那你没想 不是说 自己做马主的啦 是啦 那当然是 买出去的啦 那如果你 超劲火力 哥哥 赢到马的时候 那起码已经告诉别人 我这只超劲火力赢到的喔 那就抬价也好抬价 是啦 我练这个 这个总是很好的 那你没可能跟别人说 哎呀 哥不行而已 大弟弟应该可以的 那样 我就做联马斯 哥就做马夫 那不会的嘛 是啦 都不够说服力啦 所以呢 这只超劲火力呢 就一定是会很早呢 就很想欠成绩的啦 嗯 那这次呢 只抽个11档而已 那但是呢 如果你看回斯兰的档位统计呢 原来都挺平均的喔 是啦 那我可以呢 看回这个的 下位啦 是啦 下位啦 是啦 那个统计呢 其实呢 展示全部呢 你会看到呢 就都是 比如这11档12档 7%啊 10档9档啊 14%16%啊 是啦 外档其实原来呢 贏的百分比呢 都不给内档低了喔 所以呢 这个11档呢 都不一定是 很差的档位来的啦 是啦 那这次呢 超劲火力换人啦 那田泰安呢 塞又塞了一次 是啦 接着又塞了一次呢 那换一换艾道拿 近期都手风 比较顺一点的骑斯啦 那这只马呢 我就 撐住他先 是啦 应该很快就会 交到表现了啦 那始终他那只马呢 差不多岁数的时候呢 都要卖出来的啦 哈哈 好 那接着说完这只 超劲火力啦 第七场 那我呢 另一只心碎呢 就会在第十场的 三号 三号 风生水起啦 那这只马呢 看回潜力先啊 潜力呢 就要看回上季的时候呢 先看双幻纪录先 所以 还不免得太太太太太了 所以说到呢 就是 上年四月的时候呢 就黏了啦 对啦 那去到七月的时候呢 就初出啦 初出是说在赢了些什么马呢 哇 它真是 弹掉那只的 浪浪乾坤 浪浪乾坤 是的 那连那只的吉隆呢 也扎不了他身 输成差不多四个马位的 那 黏了之后三个月 一出 已经可以弹掉浪浪乾坤 其实这只马的潜力 當然是高度不得了 但是來到今季 進程就比較差一點 因為在10月的時候 心態不正 退出了 之後呢 其實就草草了事 試了一個閘 那就已經我出來跑了 狀態顯然是未夠的 所以表現呢 都是比較平淡一點的 不過 去到上一場的時候 咦 表現就已經有點起色了 也可以再看看田泰安的發揮 又是田泰安 是嗎 順便看看這場507 剛才也說過了 快閘的 是啦 那一出閘就立即 第一隻是彈出來的 不過始終現在呢 他都落腳呢 雖然快閘 但是呢 他都已經是好像偏慢了一點點了 都不夠那些的轉圖馬快的了 那這裡其實沒什麼看的 那就看看呢 去到最後400米 那這裡呢 田泰安都很努力砌 風生水起的 那一路呢 跟著條 阿安泰 伯秘雷 是啦 是啦 跟著阿安泰的跑線啦 剛剛就有一百比兩 好 但是這裡呢 其實站了幾步之後呢 沒有什麼反應的 那就算了 那這裡已經自由了很多了 看到田泰安的手勢 但是呢 一自由了之後呢 那隻馬呢 自己呢 就飆上去 看到這裡呢 已經是先過那隻高進鳴駒 直逼那隻前面美麗 是那隻美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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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魚勢呢 都相當之好 那 看到這個走勢呢 就就是呢 告訴你這隻馬呢 是需要真情啦 那所以呢 阿威哥呢 剛剛那隻的 第九場的貴利人生 是啦 今季呢 跑了三場1400米 都上名 他都不繼續跑這場1400米 他都拿回菊草跑了 讓路給這一隻的 風生水起啦 還有呢 我看回他最近幾貨的快調 這隻馬已經爽了很多了 嗯 比起他貴 不是貴初啦 就是 復出的時候 那個的狀態呢 已經是好了啦 那這次呢 跑1400米 既然適合他 潛力 也都是 喂 很豐厚啦 已經證明過潛力 的話呢 這次 應該呢 上次跑第七 明次不起眼的話呢 這隻馬呢 我相信呢 是都 挺有一個直播空間的 那這些就正正呢 是要買一部大了 OK 就是買大小的大 不是買資金的大 是 千萬不要固責一會兒 沒錯 但是這一部呢 就是可以出手的時候了 好啦 那我們說了呢 四匹呢 一些的邊線啦 或者是分頭的馬匹之後呢 那再重複一次 波仔呢 先選了第三場 這一匹的呢 就是 三號啊 美麗海后 接著呢 去到這個第五場的時間 又是三號啊 就是超越明驅啊 好啦 馬小小第七場啊 就是選了 十號的超勁火力啊 另外呢 去到第十場呢 又是三號 是啊 三號的風生水氣 嘩 這麼多三號啊 希望我們現在 過了三關之餘呢 過了第四關 哈哈哈 這裡呢 如果四隻裡面呢 如果過了三隻呢 都應該相當之旺味的啦 好啦 那麼呢 當然呢 就是呢 我們介紹完之後 多謝大家的收看啦 其實呢 還有一樣東西 是關於我三字的 就是堅仔 買一送三的優惠啊 沒錯啊 那買一呢 就是這個堅仔商年費啦 那送三呢 就是呢 如果加多一千元的話 就會包括這個平板電腦 一張的上網數據卡 不論是 不論是本地 或者是中港的數據卡 你都可以任責一張的 那另外呢 就有這個超級無敵鍵盤 我看你都在用中啊 波哥 是啊 的確要親身去用一下 那才可以介紹給大家啦 那我記得呢 剛才呢 回來公司的時間呢 都有位朋友仔呢 就是說 啊 我本身都是堅仔的用戶 來的啦 那現在呢 我再多兩年 然後呢 因為呢 就是想要這部平板 因為呢 之前是亞馬上都不錯 但是機舊了 所以為什麼老闆呢 就是想 為大家精益求精 接著 用一個叫做 便宜一點的價錢 拿回來 就回饋給大家 希望呢 這部機呢 更加容易上來就得心應手啦 沒錯啊 無論是硬件也好 軟件也好 是的 也想盡量做到最好是給大家啦 那另外呢 如果大家呢 都喜歡我們的節目的時候呢 都給我們一個like 那另外呢 也可以留言的 雖然我們呢 就不夠時間 覆覆留言啦 是 這個刨多幾隻馬呢 就可能是更加實在的 不過是有看的 是的 那大家都不要論識你們的留言啦 不論是 positive 或者 negative 的留言呢 是的 我們都一一是會看 是啊 沒錯啦 先看一下 最重要不要打人身攻擊的 就算你人身攻擊 你打幾隻字 真的沒有什麼成本的 希望大家就理性討論 正所謂 如果提出了一個point 你咬得贏的 就是增強了你的信心 這句話不行 就可以選另一隻 大家就在這裡靈感衝擊 還是那句 免費下載 建制下你的手機、平板、電腦 平板、手機、電腦 也是可以的 如果想知道更加多 一、月、年費的詳情 因為第一、二場是免費玩的 哇 覺得很棒的 可以 55361016 這個電話就在WhatsApp 和自電查詢 即是說對白也是 波哥你順上很多 不是吧 好 那我們就 今集的時間就差不多了 去到下一次就是 星期一的時候 再跟大家堅仔難碼精選 分析歌 拜拜